准总统赖清德获选时代杂志 2024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推荐者来头不小 是由美方重要且美国驻中国大使 洪博培竹笔 他称呼赖清德是台湾下一任总统 在中国压力下肩负维护台湾主权的重要任务 更形容赖清德犹如希腊神话中的 擒天神扛起世界 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前一个月 入选时代杂志2024 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 时代杂志称呼赖清德为台湾下一任总统 他是旷工之子 向来重视解决问题与建立信任 上任后的一大任务 是在中国的压力下确保台湾政权延续 更形容赖清德犹如希腊神话中的 擒天神扛起世界 他的选择不仅会影响情势紧张的全球 更牵动亚洲民主的未来 这是国际社会肯定台湾人民 所共同努力达成的民主成就 赖副总统未来将承担捍卫台湾民主 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以及繁荣发展的重大责任 时代杂志介绍赖清德的专文 推荐者来头可不小 是美国驻中国前大使 前美国由他州长洪博培 美方中央政要写文推荐 显示民主阵营对赖准总统 未来带领台湾高度期待 国安团队也大致底定 准政副总统赖清德 湘美琴副外交部听取简报 孤立雄林佳龙吴钊燮都在场 宛如上任前的国安会议 国际加大挺台力道 邱委会的角色也很关键 传出邱委会委员长徐家清 受真实留任 方向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那我们就静候 这个未来的内阁团队来做宣布 新内阁人士陆续曝光 却迟迟不见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如今传出他有望接任 海基会董事长 郑文灿私下回忆 春暖花开比较重要 引人联想 他接任海基会董事长 我认为对未来两岸事务的 农兵解冻 应该是一个正面的一个信号 商人前级获选百大人物 赖清德未来将带领台湾 站在民主最前线 深化与国际盟友连结 记者总报道